楊岳橋 四方會談是我們陳鑑林開的 是希望回應到民意 大家一起坐下來談 剩下的時間 我沒什麼氣 我也不想侄你 因為我看到你也沒什麼時間 你是一個律師 我們是行家 我絕對是尊重你 我知道什麼叫公平 在這個論壇 我們爭吵了很多架 這段時間 很多人在網上不打我 有沒有人考慮過我和家人的感受 都不要緊 我今天站在這裡 只是為了跟大家說一聲 是香港想究竟 可以正正常常坐在一起談 還是日日要繼續暴亂 我信教 這裡七個人在網上 我希望大家都還可以做朋友 而不是一天來打我打來 香港不是這樣的 浩鼎 你真的不太清楚 現在你在議會裡 如果大家能夠坐在一起談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朋友 其實是令到市民的聲音 真的不能進入議會 我看到你這麼難過 我覺得你真的要和黨內的朋友檢討一下 不要騙殺了市民的意見 包括一些民生的意見 包括我們說要爭取街市 居然你們說支持政府 起數據中心 所以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坐下來去談 還有譬如說這個版權條例 某個程度上 你們居然是助手違約 你們連自己的政黨都沒有出來開會 四方會議 留這個男兒淚的話 我覺得你參考得到 入到議會之後 如果天天都這樣流眼淚的話 你可否為香港市民發聲 就定 對不起 可能我剛才有點失疑 但我流的這堆眼淚 是為了整個香港去流 我相信很多香港市民 是不喜歡見到鬥爭 如果大家可以坐下來一起談 我相信香港可以繼續走下去 選舉是因為今天 今次的選舉 我不是一個喜歡吵架的人 我站在這裏 只是想告訴大家 這個選舉 讓大家自己一個選擇 是不是可以 讓大家坐下來一起談 是做一些正經的事 就算是公民堂 就算是楊岳橋 如果他的心 未必真的是這樣想的 我也歡迎他 跟我們坐下來一起談 不要緊的 但我覺得我們的文化 就是有包容 就算是天奇 他可能他那套 不適合大家想 不適合大家那套 我們不認同 但我都希望你能夠回來 跟我們一起談 我們七個人